中国男足进入世界杯只需要五步 一通过运作 让国际足联分配给南极州一个名额 二中国男足被分到南极州赛区 三中国男足和企鹅争夺出现权 四客场逼平企鹅 五主场安排在三亚 热死企鹅后直接出现 按目前实际情况来看 这五步计划唯一的难点在第四步